我們看這一題 同一個金屬塊 完全沒入這個水 跟酒精裡面 酒精的密度是0.8 食鹽水的密度是1.2 那已在何種液體中所做的浮力最大 當然是在食鹽水裡面 因為浮力是等於液體的密度乘以排泰體積 它是沉下去的 所以排泰體積是一樣的 所以就看液體的密度哪個大 食鹽水的比較大 所以是放到食鹽水裡面浮力比較大 所以答案 這是第一小題 這第一小題答案應該選C 在濃食鹽水裡面 它的浮力最大 它還有一個水 水的密度是等於1 所以的話 在食鹽水裡面浮力最大 在水裡面赤脂 在酒精裡面浮力最小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答案的話是選C 水不是最大的 酒精也不是最大的 食鹽水裡面最大的 所以答案選C 我們看第二小題 它呈上題 該金屬塊 已在核種溶液中 重量最大 重量最大是勢重最大 勢重最大當然什麼 當然在酒精裡面 在酒精裡面它浮力比較小 所以的話 這個的話是放在什麼呢 它勢重就是什麼 就是你把這個金屬塊 在水裡面 在液體裡面 有一個那個秤盤 把它放上去 那浮力比較小的時候的話 它正向力就比較大 這勢重會比較大 所以應該在酒精裡面的勢重比較大 所以答案選V 在酒精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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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精裡面